采買完輕輕速離開 減少群聚 保持社交距離 采買完輕輕速離開 減少群聚 三期的情節把它做好 尤其大家看到最多的 像房屋市場 市場也可能是一個 可能的一個 感染的可能性 采買完輕輕速離開 減少群聚 保持社交距離 采買完輕輕速離開 減少群聚 保持社交距離 采買完輕輕速離開 減少群聚 保持社交距離 采買完輕輕速離開 減少群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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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八大还在开 还要偷偷的开 加重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负担 那些没有好好做事情的应该要检讨 好 那其实刚刚大家一直在问就是说 我们在检查的同仁有相关的确诊 那也让我突然也很有感觉 每一次从这疫情开始说 围理有问题没有 我们就要趕快请警政学学 那刚才讲到失联的人 那也是警政学学 八大行业 让这样的东西能够稳住 也是警察 口罩也是警察在抓 不戴口罩也要警察抓 然后警察就这样子在里面风险非常的高 那连口罩都要警察抓 这应该自己要做好 那八大还在开 还要偷偷的开 对不对 我觉得这都是 加重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负担 那尤其盛到警察同仁又允议 那些没有好好做事情的人 应该要检讨 好 谢谢